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推波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肩膀和腰部是如何来转动的啊 在推波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腰部不是从左向右的啊 这样去转啊 它是前后这样运动的啊 送出去的先往回收拢 再舒展送出去 收拢舒展的送出去 这个用力的这个感觉啊 就有点像这个打拳击一样的啊 打拳击一样收回来 拳都打出去 收回来 拳都打出去啊 是这样的啊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波球啊 它就是要转腰啊 要这样左右的转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波球的主要还是前后推送的 这个撞击力比较多一些啊 它摩擦的摩擦的较少啊 摩擦的较少 所以一般反手拉球的时候啊 我们要快带 湿或者拧的时候啊 这个腰部才是从左向右的这样去发力 啊 这个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马龙的啊 推球的这个动作 可以看吗 它的这个动作就是前后这样送出去的 啊 它是点形的 属于是推波啊 推波 它手腕的这个灵活度很高啊 会这样 灵活度很高 脸出去 击球过后呢 我们这个动作啊 要快速的还原 快速的还原 和这个横波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还原的动作很小啊 很快 是吧 大臂要完全的放松啊 放松回来的时候 自然的放下来 啊 准备下一把球 准备下一把球 赶紧到 准备状态 准备站得很短 马上还原回来 然后准备下一把 又到预判状态 再出去 预判状态 再出去 啊 这个还原要很快 啊 如果你的这个大臂 很僵硬的话呢 手臂就很僵硬啊 容易抬起来啊 或者是映住了这个手腕 手腕也变僵硬 所以一定要放松 大臂放松 靠走关节 自然的把动作带回来 就可以了